词曲 李宗盛 林初九这一声痛叫,引来了护卫的关注。 护卫担心林初九出事,立刻停下手头的工作,朝马车跑来。 王妃,你没事吧? 没有林初九的命令,护卫并不敢随意上车。 没事。 剧痛之下,林初九脑子反倒更加清醒, 看着脚边的止血药,林初九一脚踢了出去。 止血药,外伤药,先给受伤的人撒上。 他现在这个状况,根本没有办法去帮别人包扎伤口。 是,王妃。 护卫忙接住,想了想又道。 王妃,属下已经消息传回京,很快就会有人来接应我们。 嗯,林初九硬了,却没有放在心上。 他现在已经不相信萧天耀了,他现在只相信自己。 大量的失血,让林初九全身冰冷无力。 明知这个时候松开手,血会流得更凶, 林初九也没有别的办法。 他的左手几乎没有办法动, 他只能松开手,才能拿到止血药。 手一移开,血又再次喷涌而出。 林初九一度怀疑自己会将全身的血流进而死。 拿了止血药,林初九闭着眼睛往伤口上撒, 然后继续用帮带捂住, 靠在马车上等着伤口止血。 眼皮越来越重,身体似乎不受控制, 林初九咚的一声,栽了下去。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了, 马车外的护卫很担心林初九。 见马车里没了动静, 护卫颇为担心, 站在马车外叫了好几句, 却一直没有得到回应。 怎么办? 护卫不安地问向同伴。 打开马车看看。 千万别死在马车里, 可是, 王妃是女的, 他们怎么看? 特事特办, 现在情况紧急, 顾不得这些。 护卫终于下定决心, 哗啦一声, 打开马车, 然后就看到倒在血泊里, 昏迷不醒的林初九。 王妃死了吗? 护卫向前, 悄悄地叹了鼻息, 发现林初九还有气, 当即松了口气, 没死, 没死, 还有一口气在。 王妃流了好多血, 要是不止住的话, 会有生命危险。 另一护卫担心地道, 王妃的伤在胸前, 我们, 我们怎么动? 林初九确实没有伤到心脏, 可那个位置, 却不是他们这些男子, 可以看, 可以碰的。 救人要紧, 先把王妃扶起来, 把伤药撒上。 说话间, 护卫就去动手扶林初九, 另一人犹豫片刻, 也准备上前帮忙, 可就在此时, 经常方向响起一阵马蹄声。 等等, 人来了, 有人来了, 说不定是自己人。 护卫忙拍开另一人, 让他别碰王妃, 先去看看。 那人立刻放下林初九, 跳出马车, 远远看不清人影, 但听到马上的人高喊, 杀王府半差, 闲人让开。 自己人, 是袁兵, 袁兵来了。 虽然来得太快了一点, 可这个时候, 护卫们却不会这么想, 他们看到援兵过来, 就很高兴了。 来人正是以刘白为首的 萧王亲兵, 随行的还有吴大夫, 吴大夫这把老骨头, 前段时间被萧天耀踢了一脚, 好不容易这几天养好了, 又被刘白抓了出来, 一路快马加鞭, 一身骨头都快颠散架了。 是刘白大人, 刘白大人来了, 王妃有救了。 人走近, 护卫看清来人是谁后, 大大的松了口气, 他们现在只一六人可以战斗, 要不是援兵而是对手的话, 他们只有死路一条。 马还未停下, 护卫便忙着上前, 刘白大人, 刘白大人, 快,快, 大夫, 大夫在哪里, 王妃很危险, 流了很多血。 地上躺着的人, 有好几个比林初九还要危险, 可是, 林初九是萧王妃, 不管他伤得重不重, 大夫来了, 都必须先帮他医治, 更不用提, 林初九现在快要死掉了。 吴大夫, 下来。 刘白没有下马, 而是纵身一跃, 跳了起来, 将挂在马上的吴大夫, 拎了下来。 哎呦呦, 吴大夫不停地哼哼, 刚落地时, 双脚直软, 要不是刘白拎着, 恐怕一屁股就坐地上了。 放手, 放手, 死小子懂不懂什么叫正老尊贤。 吴大夫刚好一点, 就拍开了刘白的爪子, 死小子, 要是把我勒死了, 看你找谁去救王妃, 要是王妃有个三长两短, 你就惨了。 刘白果断松开手, 酷酷地道, 你最好立刻, 马上就去救王妃, 王妃要是出事了, 你也好不到哪里去。 你威胁我, 吴大夫瞪了刘白一眼, 刘白不痛不痒地道, 就是威胁你, 又怎么样?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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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着王爷学坏了, 一点也不懂得尊重老人。 吴大夫气得直喘粗气。 好了, 别闹了, 王妃还等着你去救, 快过去。 刘白指着马车下面的血, 血流了出来, 王妃这个时候, 说不定不好了。 再等等, 让我顺了这口气再说。 吴大夫当然知道救人要紧, 可问题是, 他现在心跳极快, 手脚无力, 这个样子, 别说救人, 不添乱就是好的。 你最好快一点, 王妃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王爷不会犯过你。 刘白再次出言警告, 吴大夫没好气地白了他一眼, 直到担心王妃的安危, 就不该做出这样的事来。 事前没有人能想明白, 可事情发生了, 他们还能不知道了? 王爷这是拿王妃当诱饵, 明知有危险, 还让王妃出门。 王妃真要死了, 那也是王爷的错, 和他们这群人有什么关系? 这种话最好别说, 不然。 刘白的话没有说完, 可各种威胁之意明显, 吴大夫缩了缩脖子, 没有吭声, 好嘛, 他承认他怕了。 顺过了那口气, 又喝了一口水, 吴大夫这才朝马车走去, 不过上马车之前, 吴大夫谨记临出酒的话, 作为大夫, 一定要保持干净, 洁净, 不然会让病人的病情加重。 上马车前, 吴大夫将一身是灰的外衣脱下, 抹了一把脸, 又让人送来的清水, 敬了面和手, 这才爬上马车。 吴大夫知道临出酒的状况不太好, 可等他看到倒在血泊里的临出酒时, 才知道这根本不叫不太好, 而是非常糟糕好不好。 王妃不会死了吧? 吴大夫非常不安, 将临出酒扶了起来, 伸手探了探他的鼻息。 本将完。